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再有机会 和大家分享讲解神的话语 今天就已经是 敬畏尚主系列的第十一讲 诚信办事 在敬畏尚主的系列当中 我们不论是学习 或者是重温 或者是被提醒 如何去过敬畏神的生活 之中的原理 这方面我们遵行 神在圣经当中 给我们的吩咐 另一方面 我们也反映着神的属性 因为我们作为 有神所赐 形象样式的人 我们怎样和其他人相处 怎样去管理 受造的世界 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思想的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诚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得行 不论是人和人相处之间 或者生意上面的往来 去到国家社会的运作 缺乏承讯必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古时孔子在论语里面又说到 言必信 行必果 而是是 那个东西一定算数 行事就要果断 不可以拖泥带水 当人觉得你有信用的时候 信得过就乐于跟你相处 到了去到社会 国家的层面 诚信就更加重要 论语也有说 民无信不立 假如人民对统治者 缺乏信心 或者统治者 显示不出那种的诚信 社会国家就不能够有好的管治了 而在圣经当中 有不少近似的词语 去形容诚信的概念 在旧有圣经里面 特别当提到神的属性 除了我们最熟悉的慈爱之外 最多的提及 应该都是神的信实 不论是在五经 《新明记》里面 七章那里讲到 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信实的神 向他戒命的人 手约 施慈爱直到千代 或者在诗篇的篇章里面 我们都读到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传到永远 后半句大家都会记得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 都是时常并排出现的 讲到神的信实 也让我们想起 联想一首诗歌 《理信实》何广大 立即的旋律在脑里面出来 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要来清诵神的诗歌 这是因为神的应许 当他讲过就是算数的 不论是对阿伯拉罕的应许 对大卫的应许等等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新约 登山的部分教导门徒 你们说话 你们说是就算是 不是就算不是 若再多数就是出于那恶者 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生活上 说话上也都反映到 天父信实的属性 当然 信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比较多 用来形容神 形容人体就比较怪的 很难说 阿Ben你很信实 不会这么说的 所以我今天选针言这个经文 作为我们思想的引导 让你一起读一次 针言十一章一到三节 预备起 鬼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争户 公平的法马为他所喜悦 骄傲来 羞耻也来 欠信人 却有智慧 正值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辟 必毁灭自己 让我继续和大家思想 敬畏上主的生活 圣信办事这个课题之前 我们一起祈祷 创造天理万物的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单止 创造我们 亦是 默示 你的圣经 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 哪些事情是你所欺悦 哪些事情是你所争护的 求神你的圣灵 开启我们的心梟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 亦都让我们不单止有 有专心听到的能力 亦都有 愿意行道的心智 我们的祈祷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明 祈求 阿们 在刚才我们读这段的经文里面 第一节提到 诡诈的天平 为耶和华所争护 在圣经的时代 天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当人作买卖 交易 决定货物的重量 以及要交收多少银两 都是依靠天平的 教育圣经里面 我们有印象的 度量行的字眼 他连德 赦克勒 都是圣经时代的重量单位 天平 法马 这些器具 就是象征着生活当中 要公平 诚信 交易的原则 虽然在21世纪 今时今日 我们都不会用天平 不会用称的 但是天平这个形象 也都是象征着真实 不论是消费者委员会的标志 两个诗 天平 或者香港中心法院 右手拿着天平 左手拿着剑 蒙着眼的雕像 都是以天平象征着真实的公平 也记得我在小时候 没听贝多芬 没听过这些音乐之前 是听什么歌的呢 听声音区 有一首很通俗的流行曲 《半斤八两》 引起了小朋友的脑中 出了半斤力 想说拿损粥八两 现在饿吃 哪有半斤八两这么理想 就不要继续了 他讽刺当时社会的时弊 形容老板 黑购工资 又不按他承诺的办事 等等 去欺负低层打工的人 圣经里面提到 诡诈的天平 为耶和华所争护 意思很清楚 就是当人用不同的方法 去出谷惑 去调整 以至所量度出来的重量 是不对的 亦都包括说话不算数的 去骗人 让自己得益的时候 这些都是神所不起悦的 在圣经时代 神也早已了解到人类 包括自己的子民那种罪声 所以早已吩咐他们 不论在《利未记》第十九章 那里说到 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易 在赤、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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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如此 用公道的天平 公道的法马 公道的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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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姚华里门的神 在当中很罕有地地 连续用四个形容词去说 他们必须要在当中 有诚实的交易 看到神很体重的这件事情 《生命记》第十五章 也说到 你狼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法马 你家里也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声斗 用对准公平的法马 公平的声斗 这样 犹豪在你所刺你的地上 你的日子就可以得到长久 在当中 不单是针对买东西的商人 买东西的人 消费者 神同样都要看着 你不可以在家里 你自己收起一个清 是不准的 偏向自己的 然后又挑战别人 你为什么卖小东西给我 这样 两方面 不公平的话 就是神都不起悦的 不论在《生命记》 或者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针言》里面 当看到为耶和华所征护这个字眼的时候 以色列民首先联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那些外邦人 他们扮偶像 行邪述 在各样性上犯罪 各样的恶杂 那些是形容为耶和华所征护的 所以 又让我们想起 如何《新约》 《哥罗西书》第3章那里说到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是淫乱 污慰 邪情 恶欲 接着还有贪婪 还要解释 贪婪就要拜我像一样 有时 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心里都会想 贪心骗人 有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 圣经里面 神的心意指示得很清楚 当然 这里并不是说赚钱不对 因为 在《新年11章》第一节后半节说到 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 明码实家 理晴我愿的 光明正大的 清清楚楚的交易 所以 就算去到农历新年的时候 看到坊间的辉春 一本晚来 也无所谓 正如现在科学的研究 当然研究出一些 可以医治到很頑强疾病的新药 你多贵 都有人会买 或者科技上有什么突破 好像到现在 人手上都有一个 组织 或者是iphone 之类 或者是每个人都会加入社交媒体 创造这些人 是你有本事 你看见机遇 也都是你努力的成果 没问题的 但是 当然是透过将根变成量 各样的误导 各样的欺骗 最近 相信大家 近几年都会收到很多诈骗电话 又说哪个医管局打给你 又说港华医院打给你 之类 凡不声凡 这些在神眼中 认为恶 就很清楚了 接着看第二节的经文 经文那里提到 骄傲来 羞恥亦来 欠缩人却有智慧 在我们《和合本圣经》 翻译成为 骄傲这个字 原文 并不是单止人的态度上的沙尘 或者过分自信的意思 有准确的翻译 是《环球圣经译本》的狂妄 其实有一句 对香港很通俗的话语 相信也是可能在电影里抽出来的 就很确切地 也很全神地表达到这个意思 就是 就是没有了 扮四条 所指的表现 就是根本没有根据 自己想象出来的 对人说的 不能说到天花龙凤 头头是道 取得别人信任 一种狂傲 既有圣经当中用同一个字的经文 出现在《生命》第十八章 当中提到 假如有个人先知 说是托瑶华的名说话 假如他说的 若不成就 也没有效应 这就是瑶华未曾吩咐的 是先知善字所说的 善字这个字 很客气的翻译 又不要怕他 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人 自称奉神的名 我要讲讲这件事 你们要这样做的时候 所以你们要听吵 我们可以联想到 想象到他的态度语气 好像很有权威 说的说话又有说服力 又很有能力 但最后 当他预言原来是没有实验的时候 就很尴尬了 就好像刚才《真言经文》所说的 羞恥也来 近这个世纪里面 我们也见过不少的异端 或者甚至一些欺骗人的人 说到说 预言世界末日 将会在哪一年 哪个月来到来临 言之作作 也吸引了不少好奇人去追随 变成一切所有的 但不是分给穷人 可能是教主代代平安 当然 认识信经的信徒 听到这些谣言 都不予理会 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清楚 教导过 在马特方文二十四章 但那日子 即是神再来审判的日子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只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全地 这是事实 必然会发生的 但是主耶稣说 他自己不知道时间 唯有是天父 在特定的日期当中去实现 所以为什么我们信徒 要时刻地准备主在来 准备營见主面 但是那些说到哪日哪日 哪日来的 肯定是骗人的了 更加不用提 很多的自称基督教 但是其实是异端来的 不论在韩国 中国 引誘很多人 誤入歧途 打着基督教的旗号 传另一种的福音 这些都是虚假 并不是真诚的表现 但是欠上人的智慧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表现出那种的情操 心里面 成为有敬畏神的心 知道世界上的事 虽然有自己努力的成分 但正如诗篇127篇那样说 若不是耶稣说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了 若不是耶稣说看守盛辞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他们是会努力的 但是谦信地努力 他们会尽自己的本分的 不过是敬畏神地尽自己的本分 在神的眼中 这个就是有智慧的表现 在《真言》第十一章第三节 提到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 奸赚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神创造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喜好 亦都有不同的观点 或有很多不同的造词的方法 但神给我们的规范 就是我们要顺正 要诚心 正正的顺正 顺正这个字的原文 直指到是真诚 纯极 正直 遵守原则等等的概念 而《旧约》里面 也让我想到有两位的人物 第一位是约沙法王 第二位是尼希米省长 他们都算是生于乱世的领袖人物 约沙法 他虽然不是一位完美的君王 但是他宗教改革为由大国带来中兴 其中在历代之下 第十九章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约沙法王 从尼希米省 从祭司当中 并以色列族长当中 派定的人 在耶路撒冷 为耶和华判断 这是最高法院 听民间的争众 约沙法 祝福他们 吩咐他们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 忠心诚实办事 在各个城里面 有些什么人争众之类 你要警戒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至他的愤怒 想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 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 在当中好一句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 忠心诚实办事 因为他们的忠诚 并不单止是向着神里面 有无愧的良心 或者对得住人 更加也让整个群体 能够经历到神的公义 和信实的时候 能够可以继续的 来去敬畏上主 但假如 让不公平的事情 蔓延继续发生的时候 人就会心冷淡 人家犯罪 我也犯罪了 人家骗人 我也骗人 另外 刚才提到尼希米 尼希米 第五章 提到 我时空座表转了 当时 以色列 犹大都亡国 被老 之后 尼希米 就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 城墙 这样记载的 自从我奉派 作犹大地的省长 我与我弟兄 都没有吃省长的奉录 在我以前的省长 他们加重百姓的淡子 每日索要粮食和酒 并仁子四十四限辣 这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核製百姓 但我因敬畏神 不这让行 并且我恒心修造成长 并没有自买田地 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尼希米 他所指现到的 就算他有权力 他有福利 他可以收重水 或者像之前的省长 来压榨人民 但是呢 对不起 尼希米 他却是敬畏耶和华 他没有这样做到 而更加在他建成长的过程当中 看到他尽心尽力 或者俗语说 仆心仆命 就算他之下的那些仆人 也在当中一起来做工 这让我们看到 不论是约沙法 或者是尼希米 但是呢 当有权力在手的时候 究竟他们怎样运用呢 当他们吩咐人 怎样运用他们的权力的时候 他们不但对自己 对其他人的要求 都要敬畏 尽心诚实办事 这个也想到我们在社会当中 你会不会是一个 带着三五个人的小队长呢 或者是一个管理整个部门的 主管经理 甚至是负责治理的官员呢 我们又怎样敬畏而和华 忠心诚实办事呢 在这三集的经文里面 我也挑选三方面 和大家去思想 第一方面 关乎我们自己的了 就是我们个人的操守 诚信 现在呢 这个时间差不多到暑假了 在暑假 最后7月1日 公众假期期间 就眼望 好像少了一些 帝影姐妹 可能去外游 或者这么短的隔期 去哪里呢 都不少 可能会去北上消费 好吗 隔离物美 交通也方便 顺便问一下 就是 这些帝影姐妹 可能这一两个月以来 都有北上去到消费的 买东西的 有没有 我也有 不敢举 大家除了买东西 去到逛街之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时常看到有十二个字 一个词语的 按一按power point 这个在深圳那里拍到的 就是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对于我们看不惯的口号 标语的香港人来说 未必很习惯 这十二个字是什么 原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中国 这十二个核心价值 又分成国家四个 社会层面四个 个人层面四个核心价值观 这些顶战就不要看轻 前几天 新闻才报道 中度智障的学校 都要呼吁他们要加强国安教育 神恩爱我们 保守我们 有正常智慧开端的弟兄姊妹 都要知道我们身边的国家 发生了什么事 所提到的核心价值里面 我特别留意到有诚信 这个 我的解读 或者感受 都相信因为社会的迫切需要 在过往二三十年 国家急速发展的过程里面 也不时听到一些 和内地有生意来往的 弟兄姊妹分享他们 这些不开心的经历 有时就算他多诚心诚意 謹慎也好 想建设国家也好 人家要骗你 就骗你了 流行的就是透过不同的明目 分走你的利润 总的话 抢了你整盘生意 还要用不同的方法 来告你 说你欠他钱 对方又有后台 你没有他办法的 就当送给他 或者去到社会加国的层面 2008年 毒奶粉事件 在新闻里面 看到那些带头的婴儿 让人很心痛 可惜 甚至愤怒 国家能够有这个醒觉 发现经济富强之外 原来都要重视诚信 而这个不单止是中华文化 更加是圣经真理相符的价值观 固然是好事开始 但是国家难免只能透过外作的法律 手段 去规范人 有诚信的外表行为 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 我们是可以因着 敬畏神的心 智觉 智律 在当中 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心里也希望 弟兄姊妹 假如我们能够活好见证 让人家看得见 我们看这些并不是标语口号 而是真的做到的 人家就会想 这种品格 内面的能力是怎样来的呢 就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兴趣 到第二点了 好 后面 相同鼎姊妹思想的 就是一个承传生命的榜样 在这里也都是 提起一位承证的先言 杨庆芳执事 她在2013年安息主怀 她丈夫 亦是有名的慈善家 欧树雄弟兄 她两夫妇 都是承证的会友 我有印象 搭车去浸会 看医生的时候 途经都会见到一些 以欧树雄弟兄灌名的建筑物 包括浸会大学 欧树纪纪纪念图书馆 香港浸会医院 欧树纪健康中心 在网上找资料 原来发现有不少科音机构 晨学院 老人院 欧树 和其他基金会 都是大力去捐献支持的 我相信在罪有不少 资深的弟兄姊妹 对杨执事 她多年在主日学 女传道会里面的服侍 很有深刻的印象 也有很深厚的感情 昨天我说完之后 也有弟兄姊妹说 杨执事很好 我记得她很有爱心 也很照顾看顾我们 之类 而我对杨执事的认识 我对杨执事的认识 最初在城镇长大 小小的时候 没有什么印象 我主要都是透过一本 在童宫里面 承计下来的 2006年出版的 《勤张爱简》 这本书 是杨执事 她灵修的点滴 分享 短的文章 緝集成书 当中其中一段 她写到 在家里面的关系 一个人的品行 是从她最接触到的 环境当中养成的 孩子 是父母为他们学习的对象 父母的行为 和价值观对她的影响自深 当然 父母是自私自利的 为求带到目的 无所不用其激的 那么 小朋友长大了 都会照做如意 而杨执事 在他的书里面 也引用了一位 美国的作家 Dorffy Law noted 罗洛德博士的诗词 《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而同在他们处境中成长 当中所引用的 在嘲笑当中长大的孩子 就畏首畏美 在收育当中长大的孩子 会过分自责 在鼓励当中长大的孩子 满怀信心 在公平当中长大的孩子 有正义感 而罗洛德的原著里面 另外一句 就是说 在诚实当中长大的孩子 懂得真诚 If children live with honesty they learn truthfulness 这个给了我们思想 作为父母 我们怎样 甚至是爷爷妈妈 怎样将我们诚信的品格 传扬给我们下一代呢 第三方面想和大家思想的 就是第二点的延伸 是究竟我们属灵生命里面 有没有这份表里一致的诚信呢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也相信 鼎智妹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是否真诚 因为信仰生命里面的真诚呢 并不是单靠外面去看的 成证家我们的强项 就在于有各种 琳琅满目的事工 外展 活动 各种的装备 各种的茶经 训练 想参与的一定 7天24小时都加不上 但是成证家的弱点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不同的事工 看兄姊妹疲于不命 甚至不以为用参与事奉 参与事奉 来代表属灵生命的素质 其实这样的看法都会直接间接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 如何看教会 如何看生命 如何看信仰 我们在人家面前 可能是说好先生 好风光 但是在那个场景里面 在那个面孔的时候 这些人都会留意到 知道的 我们需要对自己真诚 况且在属灵上 未必代表你年纪大 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资深 就能够做到别人的榜样 是这样的 我有一次 从弟兄姊妹告诉我 一个观察到 看到有趣的景象 我相信她不是投诉 更加不是触人背脊 而看作是教会 看到的趣闻 和我分享 当然我会皱眉头 她有一次在崇拜里面 看到一位青年人 和她的家长一起崇拜 一位家长在听讲道的时候 一直在动手机 社交媒体 但是那位青年人 是很想专心崇拜的 于是她就叫家长 不要玩手机 很搞要她听讲道 但是家长不理她 继续在动手 当然听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觉得 那位弟兄姊妹 觉得是新奇呢 因为通常的印象 都是那些年轻人 用手机 连长的 通常都很专心听到 看到一个相反的情况 我当然为那位家长 见证 来忧心 但是同时 她为那位年轻人 来感恩 她让我想起一句经文 提本海前书 四章十二节 大家都知道的金句 包括我叫人 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作信徒的榜样 这里想起一首诗歌 《青年向上歌》 或者想起十五个字的时候 都会想起 可能大家 以前有读教会学校的 不如小学中学 甚至幼稚园 或者回教会的 都可能会唱歌 《青年向上歌》 《青年向上歌》 我要真誠 王妇人家信音心 其实原本的诗句 是没有讲青年的 只不过创作这个诗歌 是一位青年人 青年人就是 Howard Walter 1883年出生 他是美国人 他以优异的成绩 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23岁 就前往日本 东京 祖道田大学 去教英文 一家出名的学校 在教学的时候 向日本的学生 提到人生需要有信仰 需要有生活行为标准 向他们介绍基督信仰 又介绍使徒信经等等 我们可以联想到 好了 就好像现在 今时今日 可能在座有些家长 你的子女 都可能在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在读书 你可能会担心他 Walter Howard 的母亲 也很担心他的儿子 导信给他 你海外生活是怎样的 那样 这个儿子也很生性 他除了很详细地 分享他在日本生活的教学 的点滴之外 也写了一首诗 就是 I would be tru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trust me 这个就是《清理向上歌》 我要珍诚莫富人家信任心的内缘 寄给各位在海外里面 寄挂着他的妈妈 那妈妈收到之后 他很感恩 很欣慰 了解到年轻的儿子也生性 在读书里面 也很成熟 假如他创作这首诗歌 能够鼓励其他年轻人 就好了 于是就向出版社投稿 结果一指封衡 之后整个世纪 差不多所有出版的基督教诗集 都有这首《清理向上歌》 而Howard Walter 他后来成为公理会的牧者 并且前往印度宣教 不过也可惜 他在35岁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印度染病回到天家 一会儿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回应诗歌 就会用一个新的翻译 粤语的翻译 也希望能够更加全神的 能够知道这位年轻人 他表达的心志 也成为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 很久的弟兄姊妹的鼓励 提醒 希望能够挑起我们更加敬畏上主 能够真诚生活的心 最后让我们读一读 今次针研十一章 一字三字的经文 预备起 鬼诈的天平 为耶和华所争护 公平的法马 为他所喜悦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謙信人 却有智慧 正值人的信正 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辟 必毁灭自己 希望这三次经文里面 以我刚才的解释 能够帮助大家 如何提醒我们 向神继续有这份敬畏的心 从事我们在神里面 应有的诚信 不论是对人 在办事上 或者是对弟兄姊妹 或者是对家人 对上帝都是 不单止做好见证 也都是过着 梦神喜悦的生命 我有一两分钟 让大家去思想 一段经文 思想自己生命的时间 接着我带大家 结束祈祷 让我们一起祈祷 慈悲和人爱的上帝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把祢的话语 赐给我们 也提醒我们 不论是对人上 对神 对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自己 也必须有这份诚信 以真诚 顺正的心 来到他服侍你 来到他工作 来到生活里面 做的见证 天父 虽然我们软弱 但求神 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改变我们的坏习观 让我们在神灵面前 能够忠心赤胜 我们祈祷 奉我主耶稣 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